乌尔战争进入第30天 满一个月搂瞄插播的是最新战爆 说是遭到俄军占领的南部战略重镇赫尔松 再度挂回了乌克兰的国旗 这是乌克兰黄蓝色的国旗 就在赫尔松市政厅的墙壁上面再度高挂了 其实俄罗斯先前宣称说全面掌控了赫尔松 但是美国民间卫星已向最新显示 俄军部署在赫尔松机场的直升机 几乎已经全部都撤走了 那么专家分析 俄军低调清场代表攻势授佐 但是位于东南部的战略港城 马里乌波尔则是稍早 亲俄的车臣武装军队领袖 宣称已经拿下了市政厅 并且升起了俄罗斯的国旗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